欢迎来到明岸追踪 作为一位二手的美食博主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烤乳猪这道菜 首先你得找到一头猪 如果找不到乳猪的话 大的其实也可以 因为很多人会在超度它之前 享受一下其猪的乐趣 在泡了猪声 唯一一次温泉之后 人们热心地给它做个马杀鸡 现在的它已经忘却了痛苦 到达了极乐世界 找一个巨大无比的烤箱 外加一根长棍 几个小时后 一道又吓人又美味的烤乳猪 就制作完毕 看了这么久屏幕前面 你就要问了 这个烤乳猪跟今天的案件 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直接告诉你 不管是公猪母猪大猪小猪 都跟今天的案件 没有一点关系 因为有关系的不是猪 而是烤猪的设备 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看看这个长达一米八的巨型烤箱 除了猪之外 它还能烤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New Hope 它位于费城北部 大约48公里远 这是边西法尼亚州边界上的一个小镇 往东边走过了河 就能到对面的新泽西州 这个小镇人烟稀少 大概只有2600人左右 周围其他的几个小镇 情况也差不多 总的来说 这附近就是地广人稀 多年以来 几个小镇上都没有发生过 什么重大刑事案件 然而在2017年的7月6号 礼拜四 位于New Hope镇 20分钟车程的New Town警局 却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报案人Richard表示 自己的孙子 10年19岁的Jimmy 突然失联 Jimmy出生于1998年5月31号 他的父亲在Jimmy没有出生前 就抛弃了他 而Jimmy的母亲 则有吸毒的恶习 并且患有精神病 由于父母都没有选择抚养Jimmy 他于是从出生后 就一直和自己的祖父母居住 高中的时候 Jimmy入读了 Holy Ghost Preparation School 在这所天主教高中里 Jimmy表现出 出色成绩优异 他在201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 获得了Loyola大学 每年5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 在朋友们的眼中 Jimmy热心友善 经常参加社区活动 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小伙子 然而在大学第一年的假期里 年仅19岁的Jimmy 却突然失踪了 2017年7月5号 礼拜三 晚上6点左右 Jimmy告诉自己的祖父说 他要跟朋友出去一下 一起去福建的快餐店 吃个晚饭 时间不会太久 等一下就会回来 结果到了次日7月6号的凌晨2点 Jimmy依然没有回家 他的手机还关了机 着急的祖母一连给他发了22条信息询问 但是全部的信息都石沉大海 警方在交道办案后并没有认真地调查此事 他们觉得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彻夜不归很正常 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是喝醉了 或者故意逃避家人 通常来说过几天人就自动出来了 不过警方这次显然是错了 24小时过去了 Jimmy依然要无音讯 他的手机关机短信不回 而他的车子留在车库里也没有开走过 警方这个时候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起失踪事件 他们询问了Jimmy的大学女友以及他附近的朋友们 但是没有任何人表示在7月5号当天见过他 Jimmy的祖父母也表示 在当天晚上的时候 没有看到具体是谁开车接走Jimmy的 在找不到任何人证之后 警方试着追踪Jimmy的手机信号 结果发现他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在费城旁边的Springfield 这个地方距离他祖父母的家 有一个小时零19分钟的车程 警方认为Jimmy当天晚上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因为去一个快餐店吃饭的话 实在没有理由去那么远 于是他们布置警力和Jimmy的家人朋友 一起在Springfield附近展开搜索 然而令警方意想不到的是 这边搜索还没结束 新的麻烦又来了 在Jimmy失踪的仅仅一天后 又有一名年轻男子失踪了 2017年7月7号礼拜五 19岁的DM被他的母亲报告失踪 DM于1997年12月19号出生在边西法尼亚州的小镇Middle Town 从小时候起 DM就喜欢冒险 对户外活动非常着迷 特别是滑板车和摩托车 高中时期的DM在学校成绩不佳 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课外活动上 是学校冰上曲棍球队的一员 其实冰上曲棍球还有一大特色 那就是经常会有两队球员 在比赛的时候当众干架 所以有的人会调侃说看冰球比赛 进不进球不要剪 假打得好不好看才是重点 放学之后的DM经常会和同龄的一些朋友一起 在大街上骑着改装后的摩托车表演科技 那驾驶那造烟 确实是人见人恨 由于多次违反交通规则 当地的警察们对DM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他多次因为危险驾驶 而被警方罚款 在2016年的12月 也被攻击他人被捕 在2017年的2月 因为藏毒被警方拘留 在2017年3月 因为毒架再次被警方逮捕 他的犯罪名单还有很长 基本上都是和危险验和危险驾驶有关 在2017年3月的时候 DM在当地的一家名叫Richmond的 冰淇淋和汉堡店打工 尽管这个家伙有多次犯罪前科 但是在工作上DM还是非常认真 他的同事和顾客们都对他评价颇高 在2017年7月7号的晚上 DM和自己的父亲Anthony一起去吃了sushi 回家后在7点左右 他告诉自己父亲说 要和朋友出去一下 说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会回来 当天晚上 DM其实还要赶去打工的地方上班 但是和前面的Jimmy一样 他这一出去很快就没了消息 他的手机关机 短信不回 在缺席了整个晚班之后 DM的父亲感觉事情不对 于是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告诉警员说 当时儿子说要出门的时候 自己正在地下室里忙着收拾家里的脏衣服 他当时还特地问了儿子一句 问他要跟谁一起出去 DM没有具体的说是谁 只是表示是附近的一位朋友 仅仅两天的时间里 就有两位年轻男子相继失踪 警方现在忙的是叫头烂额 然而失踪名单上的男子 很快又增加了两位 在DM失踪的同一天晚上6点左右 10年22岁的Mark告诉自己的父亲说 自己要出去和朋友Tom碰面 Tom和Mark是高中同学 也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他们两人一起 在Mark父亲的建筑工地上打工 但是和前面失踪的两位年轻人一样 Tom和Mark在一起出门之后 在当天晚上并没有回家 第二天7月8号 当两人都没有出现在 Mark父亲的建筑工地上时 双方的父母又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10年21岁的Tom来自一个单身家庭 由母亲独自一人抚养长大 他出生于1996年1月30号 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 下面有两个妹妹Gabby和Faith 小时候起Tom就患上了糖尿病 需要经常注射胰岛素 不过他非常懂事 知道母亲生活的不易 经常帮着妈妈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 高中时期的Tom在运动方面表现出色 人高马大的他是学校摔跤队和长跑队的队员 高中毕业后的Tom曾转战地进入大学读书 但是他最终选择退学 并且在2015年开始 就和自己的好友Mark一起在建筑工地上打工 警方在汇总了四起失踪案后发现 除了Mark和Tom是朋友之外 其他的几个人之间并不认识 而且大家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Jimmy住在Newtown Dian住在Middletown Tom住在Plumstead 而Mark住在Pensburg 唯一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是19-22岁的年轻人 失踪的时间段也都非常接近 特别是在7月7号当天 一下子就失踪了三个人 这起零化失踪案迅速登上了媒体的头版头条 大批警员和志愿者们在附近展开了大规模搜索 FBI和州立调查局很快也加入了进来 通过追踪四名受害人的手机信号 他们发现受害者之一的Dian 他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在New Hope附近的大片农场区 这附近的住户不多 大家都住得比较分散 警方于是派出大批警员 在附近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搜索 幸运的是 仅仅一天之后在7月9号他们就有了重大收获 2017年7月9号在凌晨的2点10分 一名巡逻的警员发现了Mark的尼桑轿车 这辆车当时停在了Pedalers Village购物中心 从位置上看距离农场只有三分钟左右的车程 正在警方对车子进行采集证据的时候 两个小时后在凌晨的4点左右 在农场附近搜索的警员们也有了收获 他们在一户人家后院的车库里发现了Tom的尼桑 Maximum交车 车子虽然是锁着的状态 但是在车库的墙上 他们发现了车子的保险文件 以及挂着的车钥匙 打开车门后 警方在车里发现了Tom用来缓解糖尿病的各种药物 包括胰岛树 警方明探 dragging 警方正在香港药物 在这家里,或者是这四个奇妙的逃避 这四个人在福克斯区里面 毫不意外的,警方对这处房产的主人展开了重点调查 他们发现这处在农场边上的房产是来自Antonio和Sandra两夫妇 这对夫妻在当地可是出了名的富有 Antonio是个富二代 他的父亲Casmo Di Nardo是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商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投资了多处商业和私人地产 在Antonio长大之后,他加入了父亲的房地产投资公司 从90年代起,父子两人通过翻修、炒卖和出租地产赚到了巨额的财富 不幸的是,年仅55岁的Casmo Di Nardo在1997年因病去世 他把自己的巨额家产留给了儿子Antonio 可能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 Antonio把自己父亲的名字用给了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 而Antonio也没有辜负自己父亲的期望 他一边继续发展父亲留下来的房地产生意 一边还成立公司,往进竹业进军 他在1998年成立Dinardo兄弟材料集团 这是一家专门负责水泥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营业名称是Metro Ready Mix and Supplies 同一年,Antonio还成立了另一家水泥公司Cosan 这两家公司让他获利颇丰 而他的妻子Sandra也是位女强人 他在2005年的时候成立了Bella Trucking 这家大型货车公司 专门负责给进竹业相关的客户服务 自2005年开始 Antonio夫妇开始购买New Hope附近的多处房产 以及大批农场 截止到案发的2017年 他们已经通过几次购买 把农场的面积从最初的60多英亩 扩展到了现在的接近90英亩 农场附近的几处房产也被他们夫妇买下 这其中包括靠近农场的6701号地产 和警方发现Tom车子的2827号地产 通过询问Antonio和Sandra 这个夫妻表示 自己虽然是这几处房产的主人 但是他们平时并不住在那里 6701号和2827号 其实是他们的儿子 10年20岁的Cosmo Di Nardo 一直在住 Cosmo Di Nardo出生于1997年1月21号 是家里的长子 作为一个富三代 Cosmo从小就衣食无忧 富足的家庭让他自小学开始 就入读了私立学校圣查尔斯·比罗密欧 学校的同学们形容他聪明 人缘很好 有的时候有些淘气 在这所私立的天主教小学里 Cosmo还得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奖项 最佳合适佬 看来他的人缘是真的不错 高中时期的他 进入了Holy Ghost Preparation School 也就是和Jimmy同一所天主教高中 他比Jimmy大一届两人尽管是Facebook上的朋友 但其实他们之间并不算很熟 只是后面因为违禁品的事情才有了交集 根据几位高中同学的描述 Cosmo在中学的时候不仅成绩顶尖 而且运动出色 他是学校橄榄球球队的队长 但是在一次脖子受伤之后 不得不退出了校队 不过Cosmo在人品方面那就不敢恭维了 他会在Facebook上乱加女性朋友 发现骚扰和暧昧的信息 语气非常粗鲁 而且Cosmo还有暴力倾向 他的一位朋友表示 Cosmo在14岁的时候 就开始跟周围的人吹牛说 自己要去杀人 特别是那些欠自己钱不还的人 有一次Cosmo在购物中心里 还对两名陌生的男子挥一船通缉 因为这两个男人试图和自己的女友搭讪 从2015年开始 Cosmo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年的年底 他的女友正式跟他分手 伤心失望的他申请加入美国海军 结果因为各种原因 他并没有被录取 接连的打击 让Cosmo患上了重度抑郁 情绪起伏很大 不久后 他的精神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甚至不肯吃饭 说怀疑自己的母亲会在饭菜里下毒 在进入美国海军的计划落空后 Cosmo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学习上 本来高中就成绩优异的他 成功获得了阿卡迪亚大学生物系的奖学金 学习开始的时候 Cosmo还兴奋地表示 自己计划在大学的时候 去欧洲做家换生 将来回国之后 希望当一名牙齿矫正医生 不过刚建筑大学后没多久 Cosmo的精神状态就急转直下 他经常无端地发脾气 异常地暴躁 和周围的同学们格格不入 多次爆发争吵 在大学给了他警告处分之后 Cosmo依然不思悔改 第二个学习还没有上完 他就在2015年的秋季被大学开除 被大学出名之后 Cosmo还不死心 多次偷偷返回学校 继续骚扰他人 不过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2016年的Cosmo正经历着人生低谷 此时的他没爱情没学业 还被周围的人嫌弃 他有的只是无法控制的暴怒 无法解决的精神问题 在被大学开除后 在家无所事事的Cosmo 渐渐迷恋上了枪支和违禁品 他在自己的Facebook上夸耀说 自己现在已经转行做了Firewood的行业 这个词本意是柴火 但是在黑话里 它是违禁品的代名词 Cosmo开始在农场里非法培育和种植大麻 然后售卖给当地的年轻人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在享受完违禁品后 拿着枪在农场里四处打链 一位不愿意透露心灵的女邻居表示 Cosmo经常会穿着迷彩服 拿着猎枪在周围猎杀松鼠兔子等小动物 他觉得Cosmo是一个让人害怕和令人不安的孩子 除了打猎之外 Cosmo还喜欢在农场里飙车 他会开着家里的四轮山地车 在家里90英亩大的农场里到处狂飙 结果不久之后 Cosmo就在一次飙车的时候 从山地车上摔了下来 倒霉的是 他摔下去的时候 车子还正好压在了他身上 由于事故发生的时候 周围没有一个人 Cosmo就这么硬生生地 被车子压在农场的草丛里 整整30多个小时 这次的事故造成了Cosmo多处骨折 以及大脑内出血 更糟糕的是 他的大脑前夜也受到了损伤 手术后 他尽管康复了过来 但是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是一点也没好转 为此他的母亲Sandra操碎了心 他带着儿子去了多家诊所医院 看过了多位医生和专家 但是Cosmo的病情 一直是时好时坏 很不稳定 在得知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 Cosmo的情绪彻底失控 他不肯承认自己的精神有问题 坚持要离开医院 在母亲Sandra试图阻拦之后 Cosmo不仅咬了他的手臂 还一拳出去 送给了妈妈一个黑眼圈 当警察赶来的时候 Cosmo叫嚣着说 自己的妈妈是俄罗斯间谍 而她的身上还带着窃听设备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 Cosmo先后三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作为母亲的Sandra为了给儿子治病 可以说是付出了自己200%的努力 在看了多位专家去过了各大医院之后 2016年11月 Sandra最终决定 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专家医生 Christian作为Cosmo的主治医师 Christian医生诊断后认为 Cosmo患有妄想症 躁愈症 以及精神分裂症 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 Cosmo的病情暂时稳定了下来 但是作为母亲的Sandra 此时却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 那就是让Cosmo轻易地接触到了枪支 作为一个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人 Cosmo在拿到了枪后 他的心里开始蠢蠢欲动 在得知了Cosmo是这里的住户后 警方在当天下午的2点30分左右 找到了他问话 面对探员们的审问 Cosmo表示自己和失踪案没有关系 说自己在案发的时间段内只见过4个人中的Dian 根据Cosmo的说法 在7月7号的晚上6点多的时候 他自己开车去了Dian的家里 把他接走 在车里的时候 Dian表示要去Langhorn那边 说他打算跟那边的朋友做交易 但是Cosmo说自己不想一起前往 两人为此起了争执 一气之下 Cosmo把车停下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他就让Dian下了车 Cosmo说在Dian下车之后 自己独自一人开车去了Washington Crossing钓鱼 至于Dian他去了哪里 他并不知道 警方对这个荒唐的故事并不买账 他们怀疑Cosmo和失踪案有重大联系 在Cosmo的住处 警方发现了多把手枪和一把步枪 于是他们以Cosmo非法持有武器为名 将其拘捕 借此拖延更多的时间来寻找证据 并且请求法官把保时金 设置在了100万美元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Cosmo的家里超有钱 当天就交了保时金 在下午就把Cosmo带回了家 同样是在这一天下午 另一对警员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Cosmo的一位朋友对警方表示 他在昨天7月8号 大概是下午的5点左右 接到了Cosmo的电话 电话里Cosmo表示自己有一辆二手车 可以便宜卖给他 只要500块就行 两人见面后这位朋友看到了这辆车 它是一辆1996年款的Nissan Maxima 车8号KPG8879 而这辆车正是警方发现的TOM的那辆 这位朋友的证词 基本上可以坐视Cosmo和TOM的失踪有关 为了寻找Cosmo和其他受害者之间的证据 警方想到了他们的最新设备 自动车排毒取器 这种新设备刚刚才在几年前被演出了进来 把它安装在警车上后 巡逻的警车可以迅速扫描 并且记录下路过的所有车牌号信息 通过大量的查询案发时间段内的所有警车 警方惊喜地发现 有一辆警车的自动车排毒取器上 还真的记录下了一些重要信息 2017年7月7号在晚上的7点49分 一辆警车的自动车排毒取器上 扫描到了一个车牌 ZFZ0742 这辆车是Cosmo名下的一辆2016年款的颜色福特小货车 更重要的是当时在扫到了Cosmo车辆的几秒钟后 警车又扫到了TOM的尼桑轿车车排 警方当时的GPS定位显示Cosmo的车和TOM的车出现的位置 是在Pedalers Village购物中心上的Street Road 而正是在这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附近 警方之前发现了Mark的轿车 在把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之后 警方认为7月7号案发当天 TOM和Mark应该是开着车 跟在了Cosmo车的后面 然后一起去了他的家 Cosmo有重大作案嫌疑 拿到了搜查令后的警方 立刻对2827号房子展开了搜查 不过很快他们就把调查的重点 转移到了6701号地产 以及他后面的90英亩农场上 大批的警员周景和FBI探员们 对农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他们找来了巡卫券 动用了多台挖掘机 在农场上开始挖地三尺 另外一天的搜索 严瞅着Cosmo被他的老爹用钱保释了出去 而农场这边一时半会还没出什么结果 警方这时候心里有点慌 为了不让这个富家公子司机逃走 保险起见 警方又换了个罪名 把Cosmo抓了起来 这次他们表示 Cosmo非法盗窃受害者TOM的汽车 为了不让他顺利出狱 警方请求法官把保释金直接加到了500万美元 在搜查农场的第三天 2017年7月13号 警方这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I'm here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about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We have found human remains in an approximately twelve and a half foot deep common grave that we have painstakingly dug with a lot of care so as not to damage any potential evidence I'm very very sad to say that we can now identify Dean Fenociaro 19 years old of Middletown as one of the people that was found buried in that grave there are additional human remains inside that grave so this painstaking process will go on we're not done yet this is a homicide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and we're going to remain strong and we're going to see this investigation to the end and we're going to br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lost boys home to their families one way or another 根据寻味犬的提示 警方用挖掘机 在地下3米8升的位置左右 挖出了三具受害者的遗体 他们分别是19岁的Dean 21岁的Tom 和22岁的Mark 而第一个失踪的Jimmy 则一直没有发现 有了三位受害者的遗体 探员们这边也有了底气 他们再次审问了Cosmo 或许是知道自己在简单头 Cosmo这次主动选择了认罪 并且详细地描述了案发的过程 Cosmo表示 在2017年7月5号 他和Jimmy商量好了要进行一次交易 Jimmy愿意出资8000美元 从Cosmo这边购买4磅重的微镜片 当天晚上的时候 Cosmo开车来到了Jimmy的住处 把他接去了农场边上的6701号 结果到了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Jimmy的身上只带了800美元 Cosmo对此很生气 表示这么点钱 只购买一把步枪 于是他带着Jimmy来到了农场的一处偏僻地点 拿出了一把步枪给Jimmy看 趁着Jimmy的注意力都在步枪上的时候 Cosmo拿出了另一把.22口径步枪 后动扳机直接要了Jimmy的命 说个礼物 把他们进入坑 我相信我烟了所有钱 为什么你这样做 我没有想到他们的800美元 我没有杀他们的800美元 我没有杀他们 这不仅不够好处于我 这人如果我去讨论他们 没有钱 当探员们告诉Cosmo 他们并没有找到Jimmy的遗体时 Cosmo不仅主动地告诉了他们Jimmy被埋葬的位置 而且还告诉了警方一个惊人的事实 凶手不止他一个人 另一个凶手是他自己的表弟 Sean Sean是个典型的不良少年 一个盗窃惯犯 警局的记录显示他有多次盗窃和威胁他人的前科 在2014年到2016年的这段时间里 Sean在一家养老院里做洗碗工 其实在失踪案发生之前 Sean和Cosmo也才刚刚认识不久 两人虽然是千妻但是住得不见 之前在生活上很少有交集 但是自从和Cosmo密切交往之后 Sean的犯罪人生直接开了挂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偷 直接升级到了杀人番 2017年7月7号 Cosmo和DN商量好了要进行一次交易 DN愿意从他那边购买四分之一磅重的违键片 价格700美元 当天晚上的时候 Cosmo和表弟Sean一起开车来到了DN的住处 其实两人在过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 准备直接抢DN的钱 Cosmo把自己从母亲三爪那边偷来的手枪 交给了表弟Sean 在把DN接上车后 Cosmo、DN和Sean三人一起来到了农场边上的6701号房 不过到了这边之后 Sean却临时退缩了 迟迟不敢动手 So I go to meet up with Dean Where are you going to meet up with Dean? I drug you on This was pre-planned? Yeah What's he to buy on here? Quarter pound a week I don't have a quarter pound I have two ounces So we pick Dean up Now this was a robbery Show him was going to, you know Rob him in the woods And kill him He did So we come back into the barn You know We're looking at The vest I had Dean turns around to go walk out When I went to turn I just hear a bunch of shots go off Dean goes down Face down Dean I pulled the gun out You know I aimed it in the air Closed my eyes And fired a shot By that point I, you know Kind of rushed out the barn And kind of, you know Spit up, you know Was just all dramatic And shaken up over it And Cosmo came out, you know With the gun in his hand Laughing like You ain't never see The dead body 在审问Sean的时候 他虽然承认了自己是开枪的人 但是却表示自己没办法 是Cosmo逼迫自己的 说他自己如果不开枪的话 他担心Cosmo会直接开枪杀了自己 甚至是他的家人 在解决了Dean之后 Cosmo在骨仓里找来了一块蓝色帆布 他和Sean一起 试着把已经离世的Dean 脱去骨仓外面 不料拖拽的时候 地上的一个钉子却划破了帆布 Cosmo于是把农场上的挖掘机 开了过来 直接把电铲了起来 然后一点点的把它倒进了农场上的巨型烤箱里 最后两人找来一瓶汽油 洒了上去 点火后 拉下了烤箱的盖子 忙完这一切后 Cosmo表示刚才的这一幕还只是热身 因为半个小时后他还有另外一笔交易 他把枪交给了 让他在农场里提前埋伏好 然后自己独自一人开车去了Pedalers Village 他打算和Tom碰面后把他引到农场里 不过Cosmo没想到的是 Tom这次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 而是和自己的好友Mark一起来的 Cosmo见状后改变了计划 他让Mark把车停在了购物中心的停车上 让Tom开车载着Mark 跟在Cosmo的车后 一起去他的家里做交易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车牌信息 被警车上的自动车牌读取器捕捉到 这次Cosmo并没有直接带他们去6701号 而是先去了2827号房子 在这里他让Tom把车停好 然后让Tom和Mark一起坐上了自己的车 三个人一起来到了农场边上的6701号 然而一下车 Tom和Mark就感觉事情不对劲了 在把两人杀害后 Cosmo和表弟一起将Tom和Mark再次撕下了自己的车 塞进了那个巨型烤箱里 现在这个烤箱已经很拥挤了 满满当当的塞下了三个人 跟之前一样 他们撒了汽油点了火 盖上盖子后 来了一个人肉BBQ 在烧烤的同时Cosmo也没闲着 他熟练的开着挖掘机 在农场里挖了一个3米8升的大坑 然后和表弟一起把Dian Tom和Mark 三位受害者一起买了下去 案发的一年后 2018年5月16号 Cosmo由于主动认罪 因此避免了死刑 他被法官判处四个无期徒刑 不得假释 而他的同伙Sean虽然也表示认罪 但是却找了Cosmo当替罪羊 说自己是被Cosmo逼的 如果当时他自己不开枪的话 死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检方这边给了Sean一个认罪协议 如果他同意的话就不需要开庭 他的刑期将是118年有期徒刑 但是59年之后可以申请假释 或许是自己想要放手一搏 Sean拒绝了检方的认罪协议 结果在2019年11月 陪审团审理后一致认为 Sean的一个一级谋杀罪和两个误杀罪成立 法官判处他无期徒刑 没有假释的机会 Cosmo的疯狂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 就有四位年轻人遇害 没有人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犯下这些凶案 表面上看他是为了钱 为了复仇那些不还钱的人 但实际上他是个富三代 根本就不缺钱花 那么是不是他的精神有问题呢 他的确有精神分裂症 妄想症 遭遇症等 但是开听前的多个专家证明 Cosmo在案发的时间段内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问题 完全没有任何精神障碍 这也是为什么他有长期的精神病史 却在判罚的时候 没有被给予减刑的重要原因 在2017年6月的时候 也就是案发的一个月前 编习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科专家 Christian医生认为 Cosmo的病情已经大为改善 于是在当时就给他减少了药量 事实上在杀害了第一个受害人 Jimmy的第二天 2017年7月6号 Cosmo坐上了母亲Sandra的车 再次拜访了Christian医生 在这次7月6号的回访中 Cosmo表现得完全正常 医生认为他的症状已经完全消失 于是彻底给Cosmo停了药 并且还在备注里写下 Cosmo对自己或者他人 没有明显的风险 只是医生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被自己认为没有明显风险的年轻小伙 昨天才刚刚杀害了19岁的Jimmy 在看完医生的第二天7月7号 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差距 这一天在晚上的时候 Cosmo和Sean刚刚杀害了三名受害人 正当两个人忙着掩盖证据的时候 Cosmo的父亲Antonio突然开着车 来到了6701号房产 他把车停在了车道上 但是一直没下车 这一幕被Cosmo和Sean看到了 不过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Antonio很快就开车离去 事后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 Antonio表示 当时自己的车里 其实还坐着一个女人 她不是妻子Sandra 而是自己的情人Caterina Caterina年轻漂亮 是自己老婆公司里的记账员 两人曾经多次出去邮会 案发的7月7号晚上 Antonio开车带着情人Caterina 来到了农场边上的6701号 两人本来想趁着没人的时候偷情 结果没下车 Caterina就远远的看到了 有人在农场里走动 事后证明那个人是Sean 但是她在当时以为是Cosmo Caterina在法庭上说 作为一个小三 自己当时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赶紧离开 因为她不想让Cosmo看到自己 在两人慌忙开车离去之后 Cosmo马上就打了电话给父亲 父子两人在电话里 简单的聊了几句 然后就挂了电话 事后想起来 Caterina还感觉有些后怕 她当时迅速离开的决定 没准还阴差阳错地救了她 以及Antonio的命 案发的三年后 2020年Cosmo的母亲Sandra 在民事法庭起诉了 编析法尼亚大学 以及大学里的精神科医生Christian 他认为正是医生不负责任地 给儿子减少了药量 甚至到最后停药 才造成了儿子的精神分裂症加剧 最后犯下了此起凶案 这起官司打了两年多 最后一直打到了 宾州最高法院 最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认为 编习法尼亚大学和医生方面 并没有任何过错 判Sandra败诉 2020年5月 四位受害者家属 对Antonio和Sandra 发起了面试诉讼 他们认为 正是因为这对夫妻 没有管好自己的枪支 才让Cosmo拿到了凶器 直接酿成了惨案 经过了三年的漫长审理 2023年5月 受害者家属们和被告方 达成了和解协议 但是具体的理赔金额 没有对外公开 案件发生之后 社会大众对Cosmo的父母 质疑声不断 大家可以理解 作为母亲的三抓 爱子仙切 不断地给儿子看病 不断地给他尝试各种治疗方法 但不能理解的是 他明知道Cosmo的病情 时好时坏 他和丈夫Antonio 却还是让儿子有机会接触到强制 有机会接触到维剑片 如果说是精神病害了Cosmo 把他从一个优秀的学生 变成了一个阴晴不定 情绪暴躁的人 那么维剑片和强制 则加剧了他的疯狂 彻底把他引入了万丈深渊 永无出头之一 那么对于剑天的故事 对于Cosmo 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犯下 如此疯狂的罪行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